透過臺灣灣新特務保有學會理事長陳世洋的幹部 當年到達灣新特務的推動 並且在很多官司有財政的分野 理事長一直在公園放這麼一行道手 甚至看到黑點為了 他表示 因為多次開發起床 一般人甚至做到生態的保障 他表示 如果當時灣新不正外化的主人生態 如果新開 黑點主人就來 公園裡面你看不到蝴蝶 然後你看到的鳥類只是有限而已 為什麼 因為你把都市破壞了 你蓋了房子以後 你做了公園以後 那麼你沒有再做一件事情 這件事情就叫做生態補償 你沒有把那個種回去 沒有種回去的狀況底下 這些東西你是看不到的 這個跟園藝的植物去比較差別 園藝的植物比較起來是怎樣 很牽液的 很好看的 但是它只有在顏色的變化 它沒有動態的變化 原生的植物因為你種了 它會有昆蟲 會有鳥類 會有哺乳類動物 會跟著進來 透過議員理貴為的牽涉 陳思陽理事長特別安排 跟市府相關黨委 以及民眾來採訪 主要目的就是要提供 原生物質的主人心態 政府也是要好好的來思考 營造這個綠化的環境 再說比較白 就是要記得穿一些手 因為我們參考國際的一些大城市 其實綠化的指標 我們都非常非常高 我們大家繼續進步來參考 就是說綠化雖然很重要 不過就是這個手 要怎麼蒸好 這樣好 蒸好漂亮 符合到我們台灣 這就是一般的一個學問 透過這個一張一張 原生植物協會的理事長 提供的商品資料 來臉災情的植物 全部都是台灣的原生植物 不但有蜜原生的植物 也有自主植物 和去民家外的植物區 到現在的很多公圈 才是行得手 因為外來進 加上欠缺多用性 因此有市府 無關農業局 必須處 才是公圈路頂管理處 未來在路上 才是公圈一宅部分 雙調向安心不正 來瓦化主人的心態 帶我們請問您跟 彩虹報道